开始生效,已经开始生效,也就是说气候环境的变化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,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是中美观世不好,但是气候环境变化的解决办法,这两个国家还必须要统一,并且共同通过我们全世界的国家来观察。 那么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呢,如果旅行与国际标准绿色认证专利知识产权和全球气候环境相关的2000个国际法,150个海洋法,以及贸易相关的所有的国际法,然后成立了我们IOWGCA,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当中国际绿色验证和认证系统,并且颁发国际绿色认证书。 那么该认证书呢,通过各国的法务部、国家认证,所属的国际公证人做出国际公证之后,还得要当地国家,就是当市国家的党外交部、法务部、领事认证,经过这样的程序之后呢,把我们的绿色技术和产品,根据我们WTO这个贸易组织规定,强制实施绿色法令, 或国家政策时将获得最惠国代理,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国际组织验证认证之后的产品、技术、服务、企业,在国际上流通的时候,它必须得给予最惠国代理。 那么我在这里呢,给大家先听见我们验证认证之后的几个项目,第一呢,咱们叫GFRP,国际钢筋,其实它不是钢筋的,是代替钢筋的材料制作而上, 那么它的特性呢,它不像钢筋一样,它还会生锈,它的卡拉强度是钢筋的两倍以上,它的抗震动能力技巧,尤其是咱们地震这样的时候,它比我们普通的钢筋强度要更强一些。 然后因为它不是金属制作的,所以它在运输过程中成本非常严重,然后它因为重量不沉,所以它安全隐患也会很少。 然后与这个钢筋相比的话,价格要低,大概20%到30%,然后呢,厌藏建筑寿命,对吧,又比普通的钢筋,要这个这个寿命要长多,最重要它因为不是金属,所以它不会出现什么呢,就是这个导电的这种现象,这个产品是专门,就是代替钢筋的这么一个材料。 这个呢,是在咱们国际上也是多一无二的,我们在这里生产之后呢,等于准备把这个生产基地设在我们的国内,我们的国内。 那么第二个,像这样的,这样的项目,我跟大家推荐的意思是呢,都是经过我们国际组织,验证认证之后,确定了它是这个叫,这个绿色产品绿色技术制造的,对人类没有任何的影响,而且对现有相同材料呢, 努力起来的话,还有更大的优势。那么这第二款呢,是我们叫这个军营清洗业,这个产品呢,也准备在咱们国内建厂来进行这个生产的。 这个产品好在什么地方呢?尤其是我们像发电厂,大型的工厂,然后包括粉尘特别多的这些建筑单位,包括个人等等,都包括在那边。 什么意思呢?这个产品可以带电进行清洗,大家都知道,这个电呢,都是因为灰尘多,然后呢,出现短路,然后才出现各种各样的火灾。 而我们这个产品可以带电清洗,不用停电,无论是低压还是高压,都可以完成。 所以这个呢,详细的内容啊,过后我们给大家说。第三个这个,这个我们验证验证的项目呢,是垃圾处理器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,我们市面上有很多把垃圾处理完就结束了,啊,污染的把垃圾处理掉。 但是这个设备呢,能起什么呢?把普通生活当中的垃圾,废物,经过处理之后,它能把能源,啊,给它这个提炼出来。 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,这个我鼠标指的地方,它可以做成,啊,燃料,肥料,饰料,就把垃圾处理以后可以变成这样的产品,啊,包括它能,呃,起到一个这个能源发电的作用。 而且能专门提出氢气来,啊,高纯度的氢气,它可以提炼出来,可以再利用,啊,在这里面呢,呃,把垃圾处理,在无污染处理之后,它能变成能源出来。 这些呢,它的产品技术呢,因为都是绿色的,都是经过我们国际组织,经过验证认证,之后,啊,推广的一个项目。 这样的项目,啊,很多很多,前提是,这个项目,呃,是在全世界,也是最先进的,也是最绿色的,啊,这个项目呢,我们会,呃,呃,现有,虽然很多,会增加更多的项目。 那么增加项目的目的是什么呢?就刚才说了,为了改变现在的绿色, 呃,呃,呃,绿色的这些,这个这个项目,能够,呃,呃,推广开来。 然后改变,我们现在,碳大风以后,呃,对不对,碳已经,呃,大量的释放,或者导致的气候的变化。 啊,那么这些项目呢,目前我们拥有的都是3000多,那么在以后啊,呃,只要是绿色的,全世界的这样的产品,我们都可以经过验证认证,然后推广到全世界。 那么我现在看,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呢,是我们国际验证认证的一个流程,啊,非常复杂。 啊,每一个呃,呃,产品或者技术呢,验证呢,大概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。啊,这个两个多月,呃,算是比较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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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,比较是这个这个叫短的。 啊,呃,现在我们大家比较认可的是什么呢,像那个那个欧盟认证,美国的FBA认证,他们那些认证呢,只是一张经过认证以后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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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可证,对吧,就是一个许可证。 那么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经过验证认证之后,不光是办法许可证,后续的,呃,从通关到各个国家的这个这个免检,啊,这些所有后续的工作都是用国际认证,对吧,对吧,给你验证认证之后, 它不断是给你那个认证你这个产品的标准,而且呢,后续向全世界推广的这个任务,也都会帮助你完成。 所以我们这个国际,呃,组织认可的商品技术服务,包括我们的企业以后,我们把所有的商品按照国际标准的代码,这个呢,我们叫国际绿色标准的这个代码,这个代码是世界通用的。 当你我们认定完你的绿色技术的含量之后,我们所有的商品都会给你这个代码,世界通用。 看到这个代码呢,呃,是各个国家都预认可的,因为这个代码就是国际标准绿色代码。 所以,有了这个代码之后,在我们允许的,在这个这个国家内呢,可以畅通无阻,一次性可以推开。 这个呢,是我们,呃,传统网络当中,把自己的项目推向国外的话,需要很多的这个手续啊。 但是,有了我们这个代码的话,就非常努力出去,啊,走出国门,啊,走出国门。 当然了,很多外国的产品,好优秀的产品呢,也会向世界流通,啊,不中国也可以接受。 当您呢,得到这个,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个,呃,绿色认证,下来之后呢,把它进,进行一个绿色评级。 第一次我们验证认证通过之后呢,我们都给它评定到F7这个级别。 呃,我们每年呢,要对您的产品技术进行验证认证一次。 但是,我们第一次做完之后,我们国际组织往后的,每年的检测都是免费给您去做的。 然后,每年,我们根据你的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,绿色技术含量的提高,把这个评级啊,按照积分的方式,我们一直往上排。 当然了,到F1那个级别,绿色级别最高的,达到绿色级别最高级别的话,到各国家都是减税。 从F7开始,它可以达到聚会国的待遇。 那么,根据您的绿色含量标准,您的产品等级就会提升。 越提升,您的待遇,在全世界各国家给您的待遇就会越好。 当然,如果过了两年,因为每年都要检测,当您的级别,如果不如原来的质量,绿色含量标准也会降低了。 它会同样的原理来进行降级。 大部分都见到比F7还低的什么,我们就会终止你的验证认证产品项目。 就是终止了使用我们绿色国际绿色标准的任务。 这样的话,您就会在我们绿色平台上去掉。 您就不能够进行在我们的平台上推广。 好。 好。